- 天堂2M攻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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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天堂2M攻略快爆第一集 - 因為相信非常多的玩家都在期待天堂2M的推出 -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為大家介紹天堂2M的一些遊戲特色 - 或者是一些小攻略 - 那喜歡天堂2M的玩家一定不要錯過囉 - 是的 那我們既然是第一集嘛 - 那當然就先講遊戲特色 - 以及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創腳到底該怎麼選職業跟種族呢 - 然後我們先從遊戲特色開始 - 天堂2M最重要當然就是它的4K全3D的畫質呈現 - 還有它有史以來最大的無接縫開放式地圖 - 就等於說你從城鎮要跑到的怪區 - 就是完全不用獨檔的 - 無接縫其實對於這種RPG遊戲來說 -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- 就是你比如說在外面打怪打得很開心 - 然後滿腔熱血 - 非常興奮的回到城裡面要賣裝的時候 - 結果因為那個毒檔超久 - 入圍了 - 對我就突然沒氣勢 - 那喜悅感都沒了對不對 - 雖然毒檔可以跑廁所啦 - 就回來就是忘記自己要賣什麼東西 - 突然失憶了 - 所以其實無接縫開放式地圖 -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一個優點啦 - 對對對對 而且它既然是 - 它既然這麼方便的話 - 而且又加上4K全3D - 其實玩家可以選擇用PURPLE模擬器來玩 - 對 那PURPLE它就是用電腦可以玩的一個模擬器 - 而等於說其實天堂2M - 它是你可以用手機也可以用電腦玩的 -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無接縫開放式地圖 - 那是不是要來看一下實際上跑起來是什麼感覺 - 是的 - 就可以看到就是它現在在城鎮 - 然後就一直跑 - 不過一般的這種RPG遊戲 - 通常就是要出城了就會有過一個那個讀檔讀圖嗎 - 差不多在這邊就會讀了 - 因為在城門口的地方你就要開始讀檔 - 然後就開始跑一個很長的讀曲條這樣 - 對 像魔物獵人 - 它每次跑一個新的地圖就會讀很久嘛 - 就是你每次都想要 - 我要打死了 - 然後10分鐘 - 氣勢滿滿的 - 然後就被讀曲條全部消耗殆盡 - 直接尾掉了 - 我到底要去哪兒是誰 - 我等一下要幹嘛 - 沒錯 - 所以其實無接縫的這個我覺得超棒的 - 大家到時候在玩的時候已經可以體驗到那個 - 廣大而且無讀曲的那種快感 - 對 它現在已經跑到野外了 - 其實這一個地方是會有怪觸摸的 - 對 - 它現在這邊有看到就是有其他NPC在駐長 - 然後其實中間完全都不用讀還蠻方便的 - 但當然大家就會擔心說 - 那地圖這麼大 - 畫質又這麼好 - 是不是手機就很容易沒電了 - 對 而且應該很容易燙吧 - 4K畫質 - 對 - 那這個遊戲其實蠻貼心的 - 我們可以看一下 - 就是它會有一個省電的 - 就是怎麼去開啟它呢 - 喔 省電模式要從哪裡打開咧 - 我們來看一下 - 省電模式在畫面的左邊吧 - 左上角 - 來看一下 - 對 你看它現在按下去了 - 它現在就是省電模式 - 那它下面就跟你說 - 欸你看我現在武器有多少 - 然後水有多少 - 靈魂蛋有多少這些 - 然後這就是它的省電模式 - 你看不到畫面 - 它就不用運轉4K給你看了 - 它就是一直給你看你的數值這樣 - 而且就算是你朋友突然走過來 - 然後也不會知道你在玩 - 就是在玩 - 你為什麼把他小的 - 擺擺的遊戲 - 因為他小的好狠 - 就好像是一個很漂亮的 - 那個待機桌布這樣子對不對 - 喔 對 這倒是真的 - 然後接下來這個呢 - 就是怎麼開啟防發熱呢 - 它其實在右上角的設定 - 然後畫質這邊可以調整 - 對 - 那它防發熱需要注意的就是 - 你一邊充電其實是不能一邊防發熱的喔 - 喔當然啦 - 因為其實本身在充電的時候 - 手機就有可能會發燙 - 對 沒有錯 - 是這樣的 - 所以說就是 -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蠻好 - 很適合掛機啦 - 對 - 那剛剛有提到說無階縫的地圖嘛 - 那我們要不要來看看這個遊戲的地圖 - 到底多大 - 又是無階縫還這麼大 - 到底是多大呢 - 其實你看這個地圖 - 哇靠 - 光是看到這點就傻眼了好嗎 - 其實看到那個藍色的那個框框 - 就是一個城鎮一個駐紮點嘛 - 對 然後紅色是它的副本 - 對 它其實這麼大 - 還有你看它的地形變化非常的多樣 - 對 - 大家現在看到這邊你知道嗎 - 這其實只是一個國家的三個地區而已 - 蛤 所以這個遊戲還有 - 還有 - 除了這些還有 - 對對對 - 不得了 - 這時候就要cue到他們的世界觀了 - 是 - 天堂2M呢 - 它其實也是 - 應該說它是跟天堂2一樣的劇情啦 - 嗯嗯嗯嗯 - 接續天堂2的世界觀 - 對對對 - 那它總共其實是會有三個國家大陸 -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開頭動畫影片 - 好 我們來了解一下天堂2M的開頭動畫 - 對 - 它其實呢就是故事是 - 嗯 - 發展是一樣的 - 不過呢 - 個別的NPC的招力會不同 - 所以老玩家其實也不用擔心說 - 欸會不會每次都在讀一樣的劇情啊 - 好會喔這樣 - 其實仔細看會發現某一些NPC講的東西會比較一樣喔 - 喔所以其實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小彩蛋 - 就是給老玩家去發現 - 去體會那個不一樣的樂趣 - 體虎味 - 對 - 但其實我相信很多就是 - 玩很多年就是 - 天堂2年也已經是這麼經典的遊戲了 - 對 - 其實當年應該很多玩家在玩的時候 - 都沒有搞清楚這個龐大的世界 - 這龐大的故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好不好 - 對 - 而且跳到現在這個動畫 - 它就真的非常的細緻 - 對 - 所以其實老玩家們在天堂2M - 不只可以找到跟以前不一樣的一些小樂趣 - 同時你還可以重新回味 - 就是過了這麼多年 - 也許不忘的天堂2M的關係 - 是一個全新感受 - 你看它整個就是飛石那些火光 - 那種特效都做得非常的細 - 我相信當年應該 - 對 - 可能當年就是畫質可能沒有到那麼高啦 - 對 - 現在看起來不得了這個流暢的高畫質 - 根本看電影好不好 - 哇 - 好帥這個 - 對啊 - 哇靠 - 怎麼 - 這整個都燃了 - 而且你根本就不用讀懂 - 你在看影片就繼續燃 - 哇 - 而且這是其實遊戲一開頭 - 你就會看到這個精彩的動畫 - 對對對對 - 然後開頭看完之後呢 -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進下一個環節了 - 要來創角了嗎 - 好像是喔 -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- 其實它的創角啊 - 就是玩家一開始就會要做的事情嘛 - 那我們可以先介紹一下我們的種族 - 總共有人類 - 然後精靈 - 黑暗精靈 - 然後獸人跟矮人 - 有五個種族 - 是的 - 那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嗎 - 嗯 - 所以其實算是看你想要玩什麼樣的職業 - 然後那個職業比較需要哪方面的能力值 - 來衝高它 - 比如說它的傷害 - 或者是讓它戰鬥比較厲害 - 來選擇 - 或者說它是坦這樣子 - 對 - 那所以我們的職業又是怎麼選擇 - 職業嗎 - 其實我覺得我們先講一下他們種族 - 其實基礎能力的高低是非常重要的 - 對 - 那職業的部分呢 - 它是依據你選擇武器來決定你是哪個職業的 - 那我們總共有集中武器 - 我們的武器非常的多 -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PPP的部分 - 好 來看看 - 我們的種族職業 - 真的是多到 - 對 剛剛講到種族就是有五種嘛 - 職業有六個 - 就是單手劍、二刀流、匕首、攻魔杖跟魔珠 - 哇 這一看就是要玩這個 - 當然我差10秒 - 二刀流啊 - 太新爆了吧 - 超新爆的 - 一定要玩這個好不好 - 對啊 - 當然這遊戲就是 - 就是二刀流這麼帥 - 當然就是玩爆啊 - 然後就是要染一下嘛 - 對 居然連地圖都不用接 - 就是要染爆啊 - 新爆一點 - 欸那其實它這樣子武器分的類型 - 就是分所謂的近戰遠程跟魔法對不對 - 對 沒有錯 - 而且聽說之後可能還會開放更多的武器 - 喔 還有不一樣的 - 我覺得蠻緊張的 對 -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的是 - 關於我們剛剛提到的職業 - 對 可能有的人會擔心說 - 欸那這樣我不是就要開10個角色了嗎 - 因為每個職業都不一樣嘛 - 但真的不用擔心 - 因為這個遊戲加入了一個新的功能 - 叫做職業卡 -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一下職業卡 - 到底怎麼運作好不好 - 職業卡的取得呢 - 對 就是像畫面這樣是用抽卡的方式可以得到的 - 對 一次持抽 - 全開 - 開起來 - 開 - 就可以一個一個看啦 - 對 然後就可以看到有紅點就是新角色嘛 - 當然也會有重複的角色出現 - 對 - 那職業卡它最大的特色在於說 - 你儘管你現在是一個精靈的弓箭手 - 那你用了職業卡 - 你轉折了之後你可以隨便轉 - 你可以轉成獸人 - 轉成矮人 - 轉成人類 - 然後可能是近戰也可能是遠程 - 而且你的等級不用變 - 因為一般遊戲它有時候轉職你就要成一等開始練嘛 - 對 - 然後裝備全部重來 - 可是這遊戲不用 - 這遊戲你的等級是不用變的 - 你只要換上相對應的裝備 - 好比你原本是劍士 - 那你要變成法師 - 那你就是裝備那個魔珠 - 然後換一身就是加魔功的裝備 - 這樣就可以了 - 那其實我轉變了職業之後 - 我連外觀都轉變了 - 我會從女生突然變男生 - 男生變女生 - 所以哪一天你家的精靈見識跟你說 - 老公我要去當兵了 - 事情不要太意外 - 真的是不能相信遊戲裡的網婆 - 對 沒有錯 - 那這個除了抽卡之外呢 - 其實有 - 它抽卡剛剛有看到完 - 下面現在有綠色的 - 然後有白色 - 然後它的稀有度總共有五種 - 就是有剛剛看到白色綠色 - 還有藍色紅色跟紫色 - 超級多的 - 分稀有度 - 那我這種運氣不好的玩家 - 我覺得我就糟糕了 - 怎麼辦 - 不用擔心 - 因為它其實呢 - 就你一開始可能選的職業 - 然後你可以隨著等級 - 就是40等 - 65等跟80等 - 它都會送你一個高階的職業卡 - 喔 - 對對對 - 然後它的職業卡就是根據 - 你一開始選的那個職業 - 然後送你這個職業卡 - 免費取得 - 對 就是你只要 - 努力的練等 - 努力的掛機就可以了 - 我不用在那邊拚我的運氣 - 對對 沒有錯 - 它至少有一個保底啦 - 甚至一個保底機制 - 雖然說我不能從一個劍士 - 變成一個超級強的法師 - 或者是別的什麼 - 什麼奇怪的職業法師 - OK OK - 但我至少可以 - 按分手解 - 繼續當我的劍士的 - 二轉或三轉的職業這樣子 - 喔 - 那我們要不要看一下 - 關於職業卡要怎麼樣合成 - 好啊好 - 我們來看一下 - 它職業卡的合成呢 - 其實就是 - 也不用重複 - 只要同一階吧 - 對對對對 - 然後是四張為一個單位 - 那就是要湊滿四張 - 然後你就可以合成 - 那合成可能會一樣 - 就是它是白底的嘛 - 那合成可能會變成綠的 - 或者是繼續是白的這樣子 - 然後它的職業也有可能就是會不一樣 - 喔 - 還會不一樣 - 它可能合出來的會是不一樣 - 就是你四張一樣 - 合出來可能會變不一樣 - 對對對對 - 但總之其實就是 - 你就算在抽卡的時候 - 就是抽職業卡 - 你抽了很多就是白色的 - 綠色的 - 你不要的一直重複的 - 還是可以拿來就是 - 越合越高 - 所謂的垃圾變黃金 - 對對對對 - 練成縮按下去 - 按 - 然後就上去了 - 對對對對 - 那當然就會有人說 - 欸那這樣合一合 - 是不是就可以合出藍色或紫色的呢 - 其實這是有可能的 - 喔 - 運氣太好了吧 - 對對對對 - 好的 - 好的 -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- 天堂2M的遊戲特色 - 以及關於種族職業的一些小介紹 - 是的 - 如果想要知道關於更多天堂2M的情報 - 就一定不要錯過我們接下來 - 每一週都會有的天堂2M攻略快報 - 那如果喜歡天堂2M - 想要玩到天堂2M的玩家 - 一定不要錯過的就是事前登陸 - 現在去他們的官網事前登陸就可以看到畫面上 - 有這麼多的好禮要送給你啦 - 那個10萬金幣真的很好欸 - 對 我跟你們說 - 這個天堂2M遊戲裡面的金幣 - 真的是比你們想像中的重要太多了 - 真的啊 - 而且他 - 你知道他最誇張的就是他連傳送有時候都要花錢 - 然後花就是幾千幾萬塊了 - 你每打一下都花你一毛錢這樣 - 對對對對 - 你的功 - 你的劍是要用買的 - 然後你的技能 - 魔法技能是施放一次就要一個道具 - 所以其實金幣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- 大家一定不要忘記去事前登陸起來 - 到時候遊戲正式開服 - 你們才可以有一個搶先的 - 喔 我就有10萬金幣這樣 - 對 我有10萬我橫著走 - 我超強的 - 我離第一桶金就已經邁進了一大步了 - 對對對真的 - 這邊要存到第一桶金真的太難了 - 對對對對 - 好啦 那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到這邊 - 感謝大家的陪伴 -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- 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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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